大家好 又是我POOGuy和大家做這個開箱 在我眼前的這雙鞋雖然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發售 但是這也是新品預覽 大家看到它的鞋盒其實也是用了之前Fearless的鞋盒 這次和大家開箱的這雙 依然都是WMMS規格的一雙鞋 所以它的發售價其實會比較高 因為它用了一個成人或者是男裝的毛板去做這雙鞋 其實在用料方面或者配置方面都是用到十足的 所以它的價錢都是十足的 這次和大家開箱的這雙鞋叫做太大 中文意思其實就是紮染 鞋身就是用了紮染的一個圖案 其實在近這幾年紮染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視線當中 我自己是比較少穿紮染的東西 但是鞋呢 其實我覺得這雙還不錯的 其實鞋身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了 我覺得在鞋子的部分用了白色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平的 但是唯一令到我覺得這雙鞋可能會比較難接受的話 其實在它的鞋頭這個位置 如果它鞋頭這個位置用了白色 我覺得這雙鞋絕對就是完美的 我跟大家去開箱之前就看過這雙鞋了 在它的外形上不知為何我覺得對比平時的男裝 是有少少大了 它的外形大了 但是它的尺碼是一樣的 那它的鞋屍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和男裝都是有少少區別的 在鞋幫裡面的內襯用料 我覺得又有少少像那對絲綢扣碎的用料 都是差不多 但是穿下去是舒服的相信 這雙鞋雖然又不知何時發售 但是我覺得這雙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顏色 畢竟紮艷其實會在夏天大家穿得比較多 事不宜遲就看看這雙鞋的上腳效果